我跟妳講喔 妳這一條如果再講就真的跟你換點 對中國大陸我們 妳為什麼站都不站就直接下跪投降 就這樣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妳常常不是在講92共識嗎 我說我們台灣哪有92共識 台灣只有96共識 15共識嘛 就是說我們何必受限一個22年前的一些共識 是不是在新的時代有新的思維新的共識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一直到現在中國每次都說台灣必須接受92共識 可是倒是講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過真正中國官方版本很清楚的定義92共識是什麼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妳就有跟大陸方面表達過 不管92共識或兩岸一家親 其實這個都已經標籤化了 所以不管講哪一個都不爽 我說我們能不能想出一個新名詞 雙方都會接受的 問題是這個要想啊 對中國大陸我們也 你為什麼站都不站就直接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而且事實上後來那個共識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那個共識就說我們之間沒有共識 那個叫92共識 所以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其實92共識在台灣已經污名化了 比方說啦 比方說啦 你要說這個叫大便 你跟我這鄉的大便 漂亮的大便 問題他還是大便啊 對中國大陸 你為什麼站都不站就直接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大陸方面提出92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我對這個立場是表示了解跟尊重 不要一直遷就在那個名稱啊 搞到最後沒有人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什麼叫92共識就下跪投降 就這樣講完了就這樣而已啊 為什麼一定要居建於一個名詞 有實質的交往有善意比較重要 每天在居建在那個名詞 搞得大家都不高興沒有必要